他叫刘大金是韩国总统府保镖 也被称为韩国李小龙 近日他政治宣布自己将与拳坛传奇帕奎奥进行一场大战 而此消息也得到了帕奎奥本人的证实 刘大金曾经训练过韩国特种部队 在社交媒体视频上 他经常轻松地用特定招式将大汉击出数米而走红网络 他学过包括拳击、中国功夫、柔道等15种武术 经过融会贯通 2012年他创办了WCS格斗系统 他在世界各地都有着众多的粉丝 所以也被称为韩国李小龙 在去年年底刘大金参加了一场拳击比赛 但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他在与退役的前UFC选手斯科特的比赛中原型毕露 比赛中斯科特完全掌控了比赛 刘大金的出拳如同隔靴搔痒 根本对对方构不成威胁 关键他平时展现的高超技术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只有靠搂抱才苦苦坚持了6个回合 最终点数完败 而刘大金则在赛后表示 自己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赛前脖子颈椎突出 让自己无法打出有力度的后手拳 当然这是不是借口或者是不是真正失败的原因 大家都可想而知 而帕奎奥大家都知道 他是职业拳击历史上唯一一位八个级别的世界拳王 虽然已经43岁 但如果他真的权力以赴 各位觉得这位自称韩国李小龙的总统保镖 会是什么下场呢 我会先打开